执行双总裁制 也就是说 一个保时捷家族的成员 搭配一个皮耶西家族的成员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皮耶西的对手彼得 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他找到富气费力 主动要求担任 斯图加特保时捷公司的第一总裁 那么在谈另外一位总裁的人选的时候 彼得非常明确的表示 谁都能当 除了这个皮耶西 这下 皮耶西和彼得的关系算是彻底闹歪了 当然了 人家皮耶西也不会吃这个哑不亏 保时捷917 劳民伤财 这个当舅舅的只是斥责了一下这个后生 你不知天高地厚 那么自己的亲儿子和外甥交恶 那也是假事 顶多是忧心忡忡 但到底是什么事 让这个费力觉得忍无可忍 出大事 在皮耶西的自传中他也承认 在离开保时捷不久 他和自己的表弟媳 马雷纳公开住到了一块 但是在此之前 他们已经开始经常电话里边轻轻我我了 这就让他的另外一个表弟 比格尔德非常受伤 这个格尔德是费力的二儿子 在费力的心中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自己这个二儿子 因为这个格尔德呀 生性淳朴 与世无争 他只想在自己的农场里当一个快乐的农民 而且他是这么的深爱自己的这个妻子 马雷纳以至于他把自己家产的十分之一送给了妻子 那么现在皮耶西破坏了一切 更加致命的是 这让整个保时捷家族陷入到了极大的危险当中 因为这个马雷纳拥有百分之一的股份 而皮耶西家族的股份就会从百分之五十变成了百分之五十一 绝对控股 于是费力决定立即把这个外甥扫地出门 但是同为保时捷股东的皮耶西 拥有和自己舅舅相同的股份 怎么能就范呢 于是外甥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我走可以 但是整个家族的人都必须退出保时捷公司 这样费力没有办法 1971年皮耶西和保时捷两大家族 召开了一次全部家庭成员参加的会议 在吵吵闹闹当中 家长费力以及路易斯最后达成共识 两个家族再这么增下去 只会导致家族公司的分崩离析 这个时候引入职业经理人 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家族成员是全部退出具体的管理岗位 进入监事会 费力担任监事会主席 那么作为对皮耶西的惩罚 家族将不允许他在监事会任职 游离在家族的边缘 这让皮耶西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觉得自己遭受了这个保时捷家族不公平的待遇 只有自己才是保时捷最优秀的管理者 当然皮耶西永远不会甘心寂寞 他一直在找寻机会 想把失去的东西再夺回来 那么野心勃勃的皮耶西是怎么东山再起的呢 咱明天接着聊 好 今天的商道 到这里搞一段落 我是王凯 再见 他立足大众 用林凤希的演技 拓展奥迪江湖 他独步豪门 挣脱传统的禁锢 打造卡燕的光环 德国汽车业 携带双胶的巅峰对峙 大众豪战保持